太高了 也不是 这确实没有人 关键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发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以为大家 觉得都知道是小09和10的 结果有很多0405的 还有1415的 还有0708的 但我们要参加2034杯 就是80%都是这样的人 80%就算不错 经常有人 有人问我 为什么邝照雷不参加2034杯 反正 不是反正 反正就是这样 我们家孩子04的 可以参加2034杯 我们家孩子15年的 鸾总带着走吗 给个机会 都是这样的事 很奇怪 那就说 还是基本上是原班人马 是吧 对 然后最近伤病挺严重的 两个重伤 四个轻伤 反正是 卧槽 重伤到什么地步 就是 就是从 深圳区决赛到现在 几乎没练没打 那任态啊 还是什么 膝盖 哦 膝盖 哦 对 哦 那反正你这个 作为这个 去年的亚军队伍 那你这 你得有一个目标啊 今年目标是什么呢 32强吗 32强 对 就是营业场 哎呀 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他妈不实在的人呢 我每次都是这样 就你老觉得我不实在 我跟你每次 我告诉你 我就这样 你老觉得我在这跟你捉孙子 但实际上不来讲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就是 其他小孩说怎么我这个那个的 但是他们是他们自己孩子想法 你要问我 我告诉你 我实在想法 就是我先赢一场 就是我先进42强 再32强 你下一场 你对什么 什么深花和那个队的胜者 我对其他队我也不了解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横向对比 我可能也不像你 比方说 每个队情况都比较知道 然后这个 那个 深花的什么红队 蓝队 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完全不清楚 对吧 那你这比赛你就赢一场 你还休息呢 你都换我山了 不是 我只是 我觉得我能先赢一场 这是我的最基本目标 那往后怎么打呢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阮臣 你呢 如果就赢了一场 就被逃 就是就就没再再输了 你就得改成足球金平梅 行吗 就别洗油剂了 你行了 可以啊 可以啊 你这一胸无大事 不是 我都把你列到这个四强了 差不多 不是 我跟你讲 就别人怎么说 是别人说 我这个人从来就是个悲观主义者 我这个人就从来就是把最坏的事 我跟你想到这个 这个 这个头里 我不会说 好像上来啊 怎么我觉得这个 那个 这个 我从来不会 这一点你比我强 我就没想到最坏的结果 就是你怎么正在大变 我跟你连着线 那你我也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我最坏的结果 就是你说我直播间 从来就是几十个人 然后怎么怎么 我从来直播间 就没有几十个人 你说从来 我说几百个人 二三百个人 你刚说几十个 你刚说几十个真的 真的真的 那你后来你 没关系 那你说呀 你打2034杯 你多少粉丝 你现在上了多少粉丝 我打2034杯之前 就欧洲杯左右 差不多就三四十万了 对啊 你现在快八十万 你行了 对 欧洲杯 你就今年 你就今年 你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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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打好一点 你就一百多万了 不是 我欧洲杯涨了25万 然后跟云飞哥挑战的 那个涨了17万 后台有数据 2034杯一共涨了3.3万 主要还是玩别的 就是你欧洲杯是吧 就欧洲杯什么 平树啊 这个那个 这个那个 天天就是 这个球队什么 反正就是那会儿 就这个 你要是 现在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搞清讯这个东西 你看起来 挺那个什么 但实际上来讲 关注的人 其实并不是很多 说真的 你看我粉丝就一直掉 但我不在乎 因为我 我有倒 我倒厉害 对啊 你有倒 我没倒 问题是 你有倒乱 你知道吗 那行吧 这个阮总 咱们苏州见了 你什么时候到啊 我23号 23号是吧 那行 争取23号晚上 一块见一面 好吧 可以 好 当时 你先忙其他的 反正在苏州 不是待个七八天 有的是时间 行 好吧 你这到时候回头 24号开幕式 我觉得一堆事呢 你就是开幕式前 叮叮当当的 你就先忙 你就先忙自己的事呗 要不然一堆事 下面团队 又是球队管理啥的 行 那你快拉吧 等我等我 点我腿快麻了啊 就这样 好 好 那咱修后见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好 你看啊 这个有人呢 这个信心满满 有人呢 是低调出征 所以这就是2034位 当然 鸾臣说的也有道理 因为有时候 也不太清楚 对手的情况 因为 他不像09 09呢 因为他 没有那么严重的 这个影响 所以有些赛事 还比较多 各个地方呢 所以大家 看一看呢 印象还深刻一点 那么过去这一年呢 基本上也没什么比赛 所以露面都比较少 你要是凭着 仅仅凭着 预选赛 来去衡量 这支队伍 那我觉得一定有问题 因为 我们的规则是 可以更改 七名队员 你想 一共是九人日 预赛 还是打了八人日 可以更改七个队员 所以有些队伍 有可能是面目 全非 面目全非 连线就是玩 对 就是玩 但是因为他这个 詹景源 我们理论上 应该 就是我们的 这个编辑 应该做一个 就是2034杯 看什么 做这么一个小专题 就跟世界杯 我们看什么 谁能夺冠 这可能一个 有几个候选 谁是最耀眼的球星 深圳的 这詹景源 然后一星西甲的 这个叫 阮伯涵 别人说 小将的 谁呀 有这么一个系列 然后九人日 这战术 怎么体现 是431啊 332啊 323啊 怎么着 然后最后就是 首东和周总 最后谁 把谁能给灌倒 就把这比赛 就给炒起来 就给炒热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期待着 2034杯的召开 最远的队伍 距离苏州 4500公里 他们现在 还在路上 然后 最早到的队伍呢 是小将的 这个队伍 希望他们能够 在自己 尤其是伊林 伊林 因为明年很有机会 然后这个 伊林啊 在自己小学阶段的 最后一次全国大赛 希望他们有一个 好的结果 因为呢 坦白说 这次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 有一些队员 他们在2034杯上的表现 可能将会决定 他们的未来 究竟在哪 身在何处 好吧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 把这个平台搭建起来 然后希望 有些精彩的比赛 另外呢 也是希望各个队的教练 尤其是家长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好吧 不要让孩子觉得 我们很 很这个 当然我也得控制好 因为我有时候 也在场边比较激动 但是我确实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 更过分的 但是 有时候一着急啊 也会跳一段舞什么的 这次呢 我会低调 我已经连续 两个晚上 会想象着 假如小夏夺冠了 我会是什么样一种姿态 对吧 不夺冠 输了 我会说什么 我都想好了 我都想好了 我有一个视频 但我现在不能给你看 就假如我输了 我会把这个15秒钟的视频 发出来 从来没有发过 15秒钟 好吧 然后跟大家呢 做一个了解 假如我赢了 我也会现场 发表一段 我的 这个 致辞 总而言之呢 就是我期待着呢 最强的队伍 能够在最好的舞台上 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足球 只有偶然性 我知道 但是足球 最大的必然性 就是最好的队 会最大概率的 成为那支最好的队 感谢各位 收看今天的直播 我就准备收摊 睡觉了 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战斗 从明天开始呢 这个暑假的战斗 就陆续打响了 如果一切顺利 我们将先后参加 清超联赛 北京赛区的预赛 2034监 北京市预会 清超总决赛 这是四场战斗 我相信 左小匠的这些孩子 可以用 忘我的投入 高昂的斗志 来展示自己 来证明自己 曾经 有过的荣誉 是你所应当 曾经 地藏的辉煌 既是过往 也是未来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